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正手攻球的心得 最基本的大家都会左脚前半个脚掌 然后腿弯收腹弯腰然后收前臂这是最基本的 然后我想让大家注意的是打的时候要在自己的三角区里面打 不要超过自己的三角区哪里是三角区呢 两个手一起往里合大概一起挥动到中间这个位置就是你的三角区 不要超过你的腰部和超过你的头部都是超过三角区的 都是不正确的动作 然后我今天想跟大家主要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技术 一般的以前的教练或者是以前的教学都是教大家 要用转腰去打球 现在的技术已经不是用腰去转打球 是用胯去打球 因为腰转动的话会很慢 现在是要用胯 这个胯 特别是右边这个胯 往后转 往后一拉 然后再转动 带动你的前臂在自己的三角区里面挥动 这是一个正确的正手攻球 第二个要点是很多朋友的左手会很硬 或者是放在自己的腹部或者是前面 我觉得这个左手有很大的作用 就是你可以配合你的右手一起去挥动 两个手一起去打动的话 会形成一种合力 很容易发力 而且会给你的身体 会保证一个平衡 如果你的左手不动的话 就很容易歪向一边 或者是重心歪在右边 或者是歪在左边 如果你两个手一起挥动的话 人的身体会保持一个平衡 而且会很容易发力 因为你右手单方面在打球的话 只是造成一股力量 如果你两个手一起打球的话 会造成一个合力 会对你以后攻球的发力也好 一个平衡性也好 是一个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 我现在给大家示范一下 跨后转动 然后左手稍微变回一下你的右手 不需要太夸张一点点 推会一下你的右手 转跨 然后发力的话 爆发力也好 稳定性也好 我觉得这是我的最新的心得 分享给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